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林松 今天是2019年9月9号星期一 然后呢 又在这里继续和大家录一个视频 关于雅思口语 然后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你在网上搜这个木木山高 也能找到我的频道 因为我的频道呢 会定期更新 也会持续更新 关于雅思口语 还有雅思作文方面的内容 当然我会也会讲一些 关于阿大利亚留学移民的一些内容 好 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是雅思口语的一个part1的一个话题 因为这个之前也讲过很多 其他的那个part1 part2 part3都讲过 然后呢 就是有同学了呢 来有网友了呢 来有时候在微博上 或是在那个微信上留言 想多讲一些这个 比如说part1 然后回答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很长啊 然后说part1的这些题目 需不需要答得很复杂啊 然后就是说怎么样才能拿到好的分数啊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一些part1的一些内容吧 首先呢就是part1的话题呢 我先建议各位呢 不用就是你要展示你的语言技巧 但是呢你不用说的过于复杂 那为什么呢 因为part1呢就只有那么四到五分钟 而且呢考官规定 基本上呢就每个这个要问啊 要问大概十个话题左右 十个问题左右 就是呢就关于你的生活啊 关于你的兴趣爱好 对吧 就是说一些一些常见的话题 比如说这个家庭啦 朋友啦 喜欢吃的食物啦 喜欢去的地方啦 喜欢玩什么啦 等等的话题都是 所以呢如果你给的话题 就是你给的答案太长的话呢 就会占用他的时间很多 那part1呢是有规定动作的 就是说不可能去自由发挥的 所以呢考官必须要问那么多问题 那如果你答太多的话 他问的问题就少了 所以呢他可能在考官 就是比如说 在这个你讲话的时候呢 可能如果你给的话太长的话 他就会打断你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有限啊 他就规定要举个例子 他比如说他规定要问十个问题 那你说的越多 他问的问题就问不完了 所以他会打断你 所以基本上呢 每个话题啊 就是说你给大概30秒钟的这个答案呢 我觉得就就不错了 然后呢 所以如果你要给出更长的答案呢 考官可能会打断你的话呢 就是你也可能有时候会不爽 对吧 所以呢答案就尽量的这个简单一秒 然后呢在这个给信息的时候呢 给一些你的语言点还有得分点 然后这样子呢 我觉得是比较完美的一个情况 OK 好 然后呢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 Do you prefer home cooked food or food from restaurants 对吧 就是你到底是喜欢这个 怎么讲 你到底是喜欢家里自己做的食物 还是说你喜欢去餐馆吃饭 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好回答 就可以用很简单的原来回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分答案 这个高分答案可以总结为这样子吧 比如说我把这个调调好来 比如说答案可以说 OK还可以加一个前面一个叫甜葱 Well 对吧 Well 然后I prefer home cooked food 就要我直接告诉考官 我喜欢这个家里自己做食物 那为什么呢 Because I think it's healthier And you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eating 就是说你会知道你真的吃什么东西 然后呢 可能就家里的食物呢 可能会比这个餐馆的食物呢 显得更健康一点 对吧 比如说因为餐馆可能为了成本考虑 用的油可能不是很好 不是说 倒不是说那些很烂的油 只说可能油没有那么健康 对吧 然后呢 或者是说 可能一些食材呢 就是不如自己选那么好 所以呢就是说在家吃呢 可能比较健康一点 然后呢 我还可以说 其实我也不讨厌餐馆嘛 因为每个人都会在外面吃饭嘛 经常 特别是对于无论是工作还是上学 经常吃一些餐馆 外卖都很正常 OK 所以呢就是 I also enjoy cooking for family and friends 就是说 我还特别喜欢的在家里 给家人 然后给朋友做饭吃 然后你可以说 I also enjoy eating out at the restaurant 对吧 可以说我也喜欢在外面吃饭 因为可能外面餐馆呢 可能科学的种类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省时间 然后呢 就是可能和朋友聚会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这是我们给出答案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说 一个比较 比较完整的一个 一个答案吧 然后呢 就是说 你给出了答案之后 你还要给一些细节 对吧 给一些细节 然后呢 给出一个完整答案 然后呢 给一些理由 对吧 都是要告诉考官的 就是说 你在这个 这个信息当中呢 就是说 虽然答案可能比较短 但是呢 不需要答案呢 可以可以表达很 很拿分的一个答案 对吧 好 然后呢 还有同学就问 比如说 就是如何提高 这个亚斯科尔的分数 然后呢 这个 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说 用一些真实的一些 examples 来 来扩展你的答案 对吧 然后呢 那 因为举例子的时候 就是讲了 先讲到 比如说 part1 part2 part3 扩展答案 也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说 希望各位呢 能够 运用当中 运用一些例子 对吧 给details 然后给examples 来扩展你的答案 当然那 如果就是 你在讲这个 举例子的时候 当然是 如果有自己的 亲身经历 当然是最好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其实也不介意 对吧 我们讲过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 你可以自己可以 就是编一下呀 或者说 就是临时想象一下 对吧 real examples and stories about yourself are the best 就是说 真实的经历 真实的故事呢 关于这个东西呢 答案是最好的 呃 然后我们其实 可以看一下吧 也看一个 一个 啊 怎么讲 看一个 一个答案吧 讲到 比如说 讲手机的 对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答案 我觉得这个答案 就是用真实的案例 来讲一下 这个手机的 这个事情 OK 手机可以看 这个答案 是吧 for example yesterday 讲手机的话题 对吧 我可以讲到 for example yesterday I used my phone to call some friends to arrange a get together this weekend 就说 呃 举个例子啊 就是讲手机的话 就是我 昨天啊 用我的手机呢 就打电话给朋友 安排一个什么 周末一个聚会 对啊 这个聚会 这个词非常好 就get together this weekend 就说 周末聚一聚吧 对吧 OK OK 就是非常好的词 我希望各位记下来 哎 不是这个 我要 换一个颜色 不是用这个颜色 用这个 稍等一下 用这个吧 对 get 就是我打电话给朋友 然后安排一个周末的聚会 然后呢 so some of some of them didn't answer 就是有一些人呢 那没有回我信息 so I either 就是我要么 对吧 left a message in their voicemail 对吧 我要么给他们留一个语言 语音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语音的这个 短信吧 语音的提醒 或者语言的留言 or I send them a text 或者说我给他们发个短信 对吧 发个短信 叫text message 非常好 好 然后呢 I also replied to a few emails 就是说这个 reply to a few emails 用得非常好 来回一些 回一些这个邮件 while I was waiting in a queue at the bank 对吧 queue at the bank I also replied to a few emails while I was waiting in a queue at the bank 就是我同样呢 我也会回一些邮件 对吧 我也会回一些邮件 然后呢 当我在什么 在我在银行排队等待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 啊 给大家讲了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对吧 也是也是 给了很多细节 给了很多这个好的词汇和端语 然后呢 让各位在考场里面能够拿到 这个不错的一些分数 那这样子呢 基本上就是 我今天想和各位呈现的内容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里 欢迎各位关注我的 这个频道 然后呢 各位可以在网上找到我 很多关于这个 呃 雅思的信息 关注我的频道就好了 那今天就和各位聊的 拜拜 拜拜 拜拜